基隆市長謝國良化身為廚工 來到成功國小參加活動 針對基隆市選委會 已經向中央選委會 陳報初步查對結果 目前第三階段投票 似乎已經大致底定 市長謝國良這樣回應 各位都看到我們從三四月 都一直做很充分的準備 那我們一方面是 讓民眾了解到 我們的市政成果 像最近早上的一些直播 雖然是跟通勤族問候 但其實我們都會帶到 我們的主要的政策 跟我們在推行的工作 所以現在有越來越多人 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 了解我們的一個市政成果 另外一方面就是 也要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其實這就是一場選舉 只是說過去大家 沒有見過這張選票 沒有投過這樣子的一個選舉 這也是基隆有史以來的 第一次難免宣導起來會比較辛苦 但是我們會繼續努力來呼籲 這其實就是公民權的一種 只是從來沒有行使過 那還是鼓勵大家踴躍出來投票 投下您心目中的那一票 市長謝國良強調 這是基隆選舉史上第一次罷免案選舉 呼籍大家踴躍出來投票 記者黃燒民進行報導 讓我確認一下 ども生人都會 Nitin 搞承佛允